揪死人了 把同学打成这个样子 赶紧跟人家道歉 我不 我没错 谁爱道歉谁道歉去 哼 你还有理了 啊 我就是没错 不道歉 我没错 赶紧道歉 我们还要回家打要信 对不起 对不起 老师 我们已经道不歉了 不好意思啊同学 我们先走了 爸爸 你就不用我 为什么和别人打架嘛 你打架总有自己的理由 你想说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了 他们欺负我 说我是爸爸生的没有妈妈 爸爸告诉过你 你有妈妈 你是高级人类 真的吗 老师说我画的不好 别人的画都在课上点评过 就没有点评我的 那是因为老师不好意思点评你 因为他画的没你好 怎么敢点评你呢 你是最有天赋的 但是有天赋就会遭人嫉妒 老师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是你不评价我们家孩子的画吗 是这样啊 孩子完全不按照要求去画 你看看这画的是什么东西 不按要求画怎么了 画画就是要充分发挥孩子的想象力 这样实际上才会有立体派野兽派 抽象派表现派后印象画派 亏你还是个美术老师 关于画画最基本的道理 还用我教你 唱你这么久 孩子的想象力都被限制住 那这样的孩子又有什么未来可言 我 我 你 道歉就不用了 下不为例